這次和兩兄弟合作真是很開心 Bosco和阿聰 其實我們一開始拍攝的時候 已經夾出默契來 都不用說太多的話 還有我們大家都是同年代的人 所以很多的童年回憶 我們都很想放在戲裡面 所以我們的戲裡面其實夾很多 是小小的看過一些東西 見過的一些東西 譬如有一部戲叫做《同屋蟬下》 我們有一個招牌的笑容就是 這個動作做完之後大家都很肉麻 但是我覺得會心微笑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那個年代長大的 還有我們有時候累的時候 都會唱歌 大家都是唱回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天王》、《許智安》的歌 我覺得這次合作得相當愉快 也很期待將來有機會再跟他們兩個合作 我們三個的性格都很不同 但是竟然我們可以撞到這麼多 好好笑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無聊 但是我們有一些好笑的招牌出來 還有阿聰是一隻電套來的 他永世都有電的 所以有他在這裡是特別開心的 大家看到很有能力 跟蕭和波斯庫 我們真的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怎樣將一些真的感覺 很巧妙地套入角色裡用到 這些默契和感覺 其實觀眾一定會看到 我也挺開心的 因為我們拍的時候 大家三個都很朋友 所以經常都交很多東西 這些默契 劇本永遠都很難度量 我們在一個好的劇本上 再加了這些神來之筆 令到最後現在很多 譬如監製或者宣傳部的同事 看完之後覺得你們三個很合適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都很老懷安慰 努力的東西終於有成果 大家看到了